成佛 成佛是人在世间上最艰巨的工作 佛道不止为了上帝选民或超高级的存在 任何人都能成佛 这些不同其他宗教所说 依佛陀说 信众们都有机会和潜在力 去达到为宗教开创者的同等地位 成言成佛是人在此世间的追求中最艰巨的工作 一个人必须精勤努力 牺牲过几的世俗享受 必须发展向上而淨化自身 拘除耐心邪念而达到觉悟 经过无数生死 淨化自己 扩大心灵而成佛 为了完成那高层次的自我训练 长期的精进努力是必须的 在这自我训练长远的过程中 包括了自我锻炼 自我抑制 为了救济那些在世界上受苦众生 以超乎上人的精勤 坚引的决心和意念 去承担任何苦难 这些训练显示佛陀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并不是简单地透过祈祷或祭祀高级存在而获得 它是以那善政之心成就了佛道 它获得了无上正等正觉 并没有受到外界的超自然存在的影响 而是它自己内在洞察力的发展 只有当一个人能坚定意志和勇气 去克服所有的障碍、弱点和自私 它才能达到佛果境地 悉达多太子不是在菩提树下一夜成佛 当它在菩提树下入深深禅定时 也没有超自然的人物出现 告诉或者启示它任何惩罚的傲悲 而是在它大切大悟之前 却有一些它个人前生一段很长的故事 很多本身谈的故事告诉我们 它曾如何艰辛地 牺牲它过去多生以前的宝贵生命 而达到成佛的目的 一个人要想成佛 必须多生长期修炼波罗蜜多 十种波罗蜜多是 施舍、慈戒、精进、忍辱、真理、决心、慈悲、禅定智慧、力量 开展十波罗蜜 需要长远时劫中不断收集 这也说明崇高佛陀的出现世间 需要经过九远时代历程 所以佛陀教界弟子们 为了救到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不一定要等待自己成了佛道以后 一些有抱负的人 能发现他们得道了 成为辟知家佛 独国或阿罗汉圣人 辟知家佛 出生于没有佛出生的时代 他们观察一切法 因缘生、因缘灭 也能觉悟宇宙真理 但不同于大国佛陀的智慧 虽然他们也同正涅槃 但他们不对众生说法 只是过着孤直、独落的生活 阿罗汉涅槃境界与佛陀一样 只是不说法度生而矣 阿罗汉克服所有欲望 为人心弱点 他们认知真理 但必须经过佛陀所教导 以后也能够传告他人 只是宇宙人生正确大度 以达解脱领域 法据经说 佛陀出世 是稀有难得的大事 是稀有难得的大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